各位喜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黑的 一開始下最近常用的這個新小木一箭跳的開局 那看一下白棋會怎麼來下 常見直接碰上來 或者是這邊掛了小點角 那他實在是直接遞角 自己遞個角當然也無不可 我實在在左上一箭低掛好了 那看他是要進行夾攻 或者是簡單飛一個 或者拖先 實在是拆去拖先了 拖先走這個的話 那我走什麼呢 這次擋這邊試試看好了 擋完 長一個 他這邊真子有力的話 有可能會跳 跳了畢竟我這個衝完斷 然後他吃的 我這個打完打出來的真子不利 不過他實在還是走這個小飛 小飛的話 就相對於跳的話 這個更和緩一點 因為跳的話是 給黑騎士加壓力稍微大一點 然後跳是下一步小尖是蠻大的 這個飛下一步在尖起 比較沒那麼大 那我實在拿到一個先手 左上走個點角好了 他這邊常見是會擋這個 然後我再爬 然後他藏我斑站 這個也是現在很常見的定時 那如果他要在左邊爬的話 我應該藏一下 他夾 我再看要直接直接跳 還是說 拐下去 好 當然剛才左上直接雙飛也是可以的 然後看他要不要立刻爬 欸他實在是立刻爬 那我就藏一個 他這邊應該是會夾攻啦 那 夾攻我記得之前有看過 先拐下去 拐完再跳 欸 拐完再飛還是跳一個 嗯 但是那個騎我覺得有點複雜 我覺得拐掉的話 先 有點先賣變化 不見得便宜 當然也有可能賺就是 跟這邊有點關係 要打這邊的話 有可能賺有可能虧不曉得 實際上我單走好了 單走保留變化 保留變化應該也是一種 他實際上就立刻爬回 這也是必須的 這樣子就雙方相愛無視 走到這的話 我是覺得這邊貼起會不會有點大 我是覺得這邊貼起 因為一方面可以擴張我們上面 那另一方面如果說再連過來 這邊欠著吃 然後也對這邊有所接印 是不是還蠻大的呢 不曉得 從旗艦上有點想打這裡 但因為這個頂完班了 但是打這裡 他即便就跟著跳 往這邊也沒什麼意思 我覺得是不是有可能我立刻走這個 我對這個定時沒有到很熟悉 但是 從旗艦上會覺得說 這邊壓感覺是蠻大的一手旗 所以他這邊爭鋒相對 避免讓我上面做大 所以他這裡先尖起來 呃也是 很正常的一步棋 我要不去靠完擠這個呢 再搬一下呢 呃 應該是還可以啦 這應該是可以去下一下 應該不虧吧 那我這邊是等一下要跳一個嗎 跳個繼續擴張嗎 還是說保留 將來有可能直接斷上去 這個是比較兇啊 直接斷上去的話 斷上去他也不見得跑 我現在斷其實 沒多大意思 我現在斷 他邊上就跳棋 我現在斷肯定是很無聊的 但是我想要保留 有沒有可能將來就 直接斷上去 還是算了 我覺得就跳吧 跳的話他很有可能會進來一步 就直接 直接看要怎麼打進來 他很有可能會進來 還說我應該就這麼圍一手呢 圍一手 這種棋 這種棋 有時候會想要圍一手 但是會覺得這樣圍的話 好像就太刻意了 太刻意的棋效率並不是很高 因為 你圍一手然後人家又在這邊掉 他掉完頭上又靠你一下 整兩下翻你就沒什麼東西了 倒不如把你的影響力去 輻射到四周 這樣子可能會更 更厲害一點 像我們這邊走幾下之後 等一下一打過來 會發現 他整條好像有一點 保衛出來了 這樣就是適度的把你的影響力 擴展到外面去 像他現在當然可以打入 但是打入我們可能 看要暫時不理呢 還是就震一震之類的 嗯 對 他這邊果然是會直接深深的打入 因為 空間夠大了 是夠活的 那這個怎麼攻 其實也不好說 我這要夾的話好像就比較無聊了 他就在這邊靠靠你啊 下面拖拖你 或者就這邊去簡單跳起 還是我要震他一下 啊震一下好了 敵桿就是覺得很想震啊 看一秒鐘就拆二了 嗯 這種東西收根 還是震上面好像都意思不大了 我可能就比較想要 就是從別的地方來 像剛才所說的這個東西 可能就想要 影響到外面去 不只是想要單單圍這個東西 就我們這邊丟一顆 那他 有可能這一塊也逐漸變薄 那我們別的地方取力 不過這樣子下 一開始其實我們已經浪費了很多的時空 他這邊這一塊是非常飽滿的一個 效率 然後上面 也把我們洗掉了 所以這樣子一開始其實實地是蠻吃緊的 而且他 一開始這裡又有一個地角在那邊等著你 所以 老實說這盤棋 並不好下 因為一開始的實地投入蠻大的 這個你說要穩健拆二的話 穩健拆二我覺得有點 是不是有點太穩健了呢 有點想要保留將來 靠進去之類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們這附近有子力 靠完班的這個變化 不曉得能不能成立 會不會有比較厲害的東西 有點想保留一下 這靠完班是 是蠻有味道的一手棋 有點想保留一下 因為你現在去拆二他剛好一踢 蠻舒服的 他反而腳上獲得了加強 然後一邊在跳也給他這裡 施加一些壓力 他點一下顯然是想要撞住嗎 應該是想要撞住 撞住也是直接去補斷了 好 否則我先頂完了 挖是 哦 哦 他是用接的更好 對 接的更好 因為 直接把三顆連回來了 9 8 7 6 5 4 想要問個硬手 直接拖一個 他果然還是內 他果然還是外班 現在如果去班被他打完爬 我好像還是不太好 這邊 剛才 沒有能夠獲得什麼接應 如果這附近有子好像可以 6 5 4 3 4 8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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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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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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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前面布局有問題 是嗎 9 8 7 6 5 4 3 2 1 點刺一個這個 還有兩次讀秒 這我能不能反擊一下 壓他頭 他總不至於去衝斷我吧 應該是要壓他頭了 自己沾上好像有點重了 因為點刺他肯定就想著你要沾的嘛 那你 適時反擊一下應該不錯 總不會來衝斷吧 斷上面肯定不行我直接打就死 斷下面也被我滾包一圈 再補住他 也是不行 所以 壓他頭應該是蠻 應該是相對好一點的 這樣我壓到一下應該肯定有賺了 這樣等一下我們司機再把這個給 9 9 8 7 6 5 應該就黏住吧 這樣等一下壓還有個權力 如果他要拐 那也沒什麼意思 他這個刺我覺得有點一廂情願 我肯定不會沾 我說等一下沾回來還是蠻大的 因為他基本上可能就得補一手 否則馬上頂來挖了 還是我這邊用頂的 我在想我是要怎麼補回來呢 我先靠上來 這邊先靠上來 他是想要借用對我這一塊 其發動一些攻勢嗎 8 7 6 5 先下班 這肯定第一手先下班 噢 也捆單利不曉得 那第一感覺單利有點撈掉了 這起我針子有利 欸不利啊 打完沾的這個針子居然還撞到這個 7 6 5 4 3 2 打吃完 首先不能沾 那另外打這個 被他打完尻上來 開結後我現在應該蠻心虛的吧 他這個結他蠻輕的 我現在可能還只能壓這個 嗯 雖然局勢感覺並不是很好下 但是也不用太過於 缺乏自信 每個人都是一人一手的 大概 後面好好把握 應該還是有點機會的 再擋住 他這邊走一排 是不是就想要說 把我這邊再製造姑奇 欸 欸 他就真的這麼照原先的定時去下了 我肯定不能跳著被他蓋住 被他頭上一靠我就不行了 跳著被他一靠我不好下了 我肯定要下這個 欸 他真的照原本的定時這麼下 還是他覺得這麼定型白棋也挺好的 可能就下面把這個空撈一撈 那右邊 右邊也有點鎖得吧 可能是這個意思 這邊還是很想要沾回來 不過 到底頂會不會更好一點呢 這是一個問題 頂的話他可能就沾住 我也缺乏挖的手段 因為他自身器 因為我自身器是比較緊的 他就這麼下 他覺得就簡單的定型把局勢 把棋盤給縮小是不是 喔 他是想要把棋盤縮小 哇 他這邊強硬了 他還不見得只是想要穩健的下 他這邊強硬了 覺得這邊他有人 所以 所以可以來強硬一下 第一招騎還是只能先斷吧 因為他這邊有弱點 他肯定要跳方 然後呢 然後是才是重點 這邊因為我暫時不會死 所以也不見得急著下 7 6 5 4 3 5 6 2 4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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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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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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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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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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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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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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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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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5 6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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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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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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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1 還是我也問問他 最後一次5秒 這個秒數 讀秒用的很快喔 不好下 不好下 9 8 7 6 5 4 3 2 先壓一步好了 不會下 但是這樣他可能中間就會連了 哇 我還是沒下到什麼東西 還是我剛剛應該殺出去啊 9 8 殺出去他壓 直覺也覺得好像不太行 唉 怎麼辦呢 都沒下到東西 哇他現在還跳這個 純心想欺負我啊 純心想欺負我 8 7 6 5 4 10 2 還是我現在就靠一個 唉 我跟著他壓應該是不太能下了 因為他前面堅持完這個 重點是要這個點啊 點 我如果得沾的話 那他這個衝打 我兩顆就不敢要了 那兩顆一不要 他這一塊是等於拒後了 哇 他這個 規劃的可以說是 蠻周延的 他有點不太能了 他還要一個很好的時機啊 你怎麼下 他現在要怎麼下啊 擔心 他現在要怎麼下啊 他現在要怎麼下啊 這可能反尻啊 他現在要怎麼下啊 他現在要怎麼下啊 5 4 3 2 1 看一下他敢不敢 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啊 還是說就粘住呢 尻掉 啊沒有 這個接的話 接再來被他衝破了 可能還是要先來這個 現在來這個他如果要斷我就先拉一個 先拉一個然後衝完來 再壓我還是不行 沒什麼用是吧 不過我只能先藏了 什麼都沒什麼用是吧 弱者抵抗相當的蒼白 啊都不行啊 像個蒼白球一樣啊 都不行 我只能利用他這條保衛看有沒有東西可以玩 哇他還斷在這啊這麼囂張 我敢跑的話他就來 來 哇賽 9 8 7 6 5 4 3 2 1 1 先沾一下 唉不知道下什麼 我剛才是不是有點機會利用這邊 都不太行的樣子 怎麼這棋會這麼蒼白啊 還是我這個太拼搏了 9 8 7 6 5 4 3 2 1 這你說不跑有什麼機會嗎 就沒機會啦 可是跑了好像也沒什麼用 我這一塊奇要去殺他簡直不可能 不殺只吃點小東西好像也完全不行 哇 瞬間就爆光了 根本就是 很蒼白 這靠段好像還是不行 喔還是說我去挖打的問題 欸我不挖打也不行啊 他就打到這 對啊跟挖打沒有什麼關係 都不太行 喔他還不先打這樣更激緊 真的很非常激緊 9 8 7 6 5 4 3 2 欸真的完全不行耶 哇跟高手下還是沒什麼機會啊 9 8 7 6 5 好像從布局一開始就蠻落後的 他現在去打4個反而給我一個反悔 呵呵呵 9 8 但是反悔其實 6 意義也不大了 反正 中間我也包的跟什麼一樣 4 3 2 喔還先長一下 10機抓的很很對 9 8 8 7 6 5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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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個幾步看看 看能不能衝擊一下他這個 如果說他這邊稍微 用力過猛的話 看有沒有點機會 不過他這邊連一個壓好像都有先手 其實我自己這條也不太活 果然還是太勉強了 太勉強了 如果還敢搬完長的話 他直接壓 還是小尖 小尖不一定能行 還是我就搬過去試試了 段我長過來他小尖 我可以打出去 如果硬要貼住的話我擠完段 是可以 還是他現在要先 先這邊團一下 我們就歐白來了 反正不行了 歐白來了 下這個 下一步要撿死我了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下這個能防嗎 好像也沒什麼用他還是跳死了 沒有什麼用 三顆你說不吃人家 所以你等一下又弄回去了 八 七 狠一點現在就把我給吃了 四 倒是沒這麼狠 對阿 對阿他看清楚了這個還是能跳死我 九 八 七 好吧他就試試看這個 跳死我 上面柴兒有沒有攻他的機會 好像也很很難阿 只吃這麼一點小東西 你說怎麼可能會夠呢 上面有衝擊他的機會嗎 上面有衝擊他的機會嗎 基本上是不太有 搬一下 這個搬毡我應該是有點先手位吧 不走的話我就搬下去了 腳上一掏其實還是不小 唉唷 飛一個他 他想要明哲寶生了 嗯 這個起我也非硬不可 不能不硬 能不能來點 今晚我想來點 亂下 好像也不行喔 那 哇他這麼穩阿 這麼穩阿 他已經完全看看透了 他已經把我摸清了 已經完全不夠 8 7 6 5 4 3 2 那我先撸進去好了 這撸也不小吧 還是完全不夠是吧 不過這我覺得有點奇 不過他可能想說 再加補一手 他應該會再加補一手 我剛才應該有點機會 是不是我應該趁這個撸的機會 我把它扔一個 深水炸彈扔一個 趁這個時機團一下 這都要想 這都要想十來秒 這沒什麼好想的 9 8 7 我都輸爆了 你還是想什麼呢 打掉吧 打不打也沒什麼區別 是不是等一下再靠斷啊 鬧一波 也不是鬧 這也是合理 合理手法 8 就是一個沾你也要想十幾秒 5 有點不可理喻 3 欸 不下啦 這跑去斷一個 喔不是跑去打一個 喔他覺得接跟我沾的交換會虧上面 這麼細啊 我乾脆幫你抓了 欸 這個結 這個結 他竟然跟我玩這麼精細啊 這個結喔 我是怕應該沾算了 其實有點沒必要 5 4 3 喔算了 我怎麼有種感覺提了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吃掉我這顆 他覺得夠了 不過算了吧 我不提我也沒什麼棄一下吧 這邊有個段還蠻大的 哇他剛才這個真的夠精細耶 不接這個 覺得接會上上面 太精細了 這個玩意兒 很厲害 下這個好了 力的話被他點進來 其實裡面也是 也是不太火 也是一個盤角趨勢 9 8 7 6 5 這邊這個段還是蠻大的 欸 喔我看錯了是吧 這樣變連環節我 我禁死了 8 7 喔變成連環節我禁死我提 4 3 2 1 現在提他打這個 我再打的話變連環節了 4 4連環節嗎 不是欸 喔不是連環節 還有解打 還有解打 他來我再打這個 還是得打贏這節 因為他如果提這個的話我提過去變成打這個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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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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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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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看情況 如果說上面我可以做特別大的話 那可以考慮交換掉 但是像這種情況上面是蠻空虛的 人家一洗就沒了 所以這邊可能就都不要下位比較好 這邊一樣是用這個跳棋 那跳的時候他打上面的話 一樣這邊我們有這個打入點 這個算是蠻 蠻緊要的 可以去攻他整塊 不過他這邊是先二五清分 後續爬完再去逼過來 應該也還行吧 我覺得單逼也可以 不過他這邊是先二五清分一下 好 實戰被人家洗的時候 洗進來的時候 我先振一手 這個起跟他的拆二交換 事後來看應該是沒有便宜 應該還是要保留 那決議這邊還是推薦二五清分 不過這時候他就沒有爬 爬完一下再逼過來 而是單打入 這個先交換一下他的意思 可能說就走一個 先二五清分問他應手 如果是二五清分 他可能是 假設他靠住的話 那我們再來逼過來 也許這邊將來這個交換 譬如說我就藏起 這邊可能就有所便宜 多一個根據地什麼的 那他如果是反擊的話 看我們要先爬一下這逼過來 還是單逼過來 應該都還行 就是 先丟一個可能投石問路吧 也有點這種意思 那這個陣跟他的拆二交換 應該還是 首先先虧實地 因為 至少保留我們將來要從這邊再逼過來 也是有可能 那我當時會想要交換 因為我覺得這邊如果不走 也許他就 再飛過來什麼 會有點變薄 這塊我有點薄 但是應該有點想太多 因為 其實他也應該沒這個美國時間去下這個 因為我先打我左邊的話 應該肯定左邊是比較急 這個起 我說薄的話 那總不至於吧 頭也在外面 下面拆拆一呀 斑斑斬斑斑斧 斑斧虎 也都有一些眼味 應該是不怕的 有點想太多 那單 我實在是單逼 那 走這個玩 這時候還是應該用二五清分 那二五清分 他這邊的變化是走小尖 那黑棋 非 非近三三 這個變化也是蠻有意思的 跟原本單靠座的變化有點像 跟白棋 白二是先靠座變化的話是有點像 靠座完挖進來 他再打完爬 其實是 等於次序調換一下而已 所以這時候我可能還是應該搬 然後他這邊白棋也不會去斷 也沒有斷 斷完爬的話 黑棋可能就拐完拉回去 跟剛才的變化一樣 那他這裡 他這裡可能是會覺得說 白棋如果這麼吃的話 那將來這邊 黑棋拐完這邊拖是不是還有一些味道 他可能是覺得這邊有味道 所以黑棋這附近等於 有一些隱形的人力存在 這邊拖了味道 我覺得 還是 可能相對還是有點噁心吧 所以白棋沒有去吃這個 那 白棋走這個 長碗打吃 所以至少這樣子黑棋就可以在這邊撈到蠻多死地 實際上這個黑棋的斑雖然也是撈到死地 但是 白棋這一串就變得非常的厚 那 這樣外面兩顆起來就受苦了 也對將來的 整體局勢發展 可以說是有很大影響 因為他這邊一厚了之後 這邊他要怎麼搞 就都我會比較受牽制了 他這個 實戰這邊點示一下 可能也有點接應這個 小小的斷點 這樣一種意味吧 因為 實戰我這個壓完 再接他這個斷就不存在了 我一斷他就門封掉了 我如果說是單瞻的話 他可能也不見得是要攻我 因為這樣子他可能也是 也是可以蒙住我是不是 這樣子 這樣子來喔 喔這樣子我好像也是掛了 唉唷 就這麼被他跳死了 哇他這個點示原來是 要這樣子弄 那我那時候壓還在那邊沾沾自喜 想說壓一下應該不虧 不過他其實 就補斷了 其實他就算不補斷 我應該也不會去斷這個 就算他最簡單 就算他現在最簡單什麼步驟就這麼這麼棄牌我應該肯定也虧了 我已經不會去弄這個東西了 對啊他這邊多交換到一顆等於是說 等於說這樣子交換到一顆變成他可以拐死我 是這個意思 也是設想精妙 非常精密 走這邊我完全局勢不行了 這個山山一進去 喔腳一進去把它破掉之後外面他 變厚了之後我局勢就撤離不行 因為空我也沒有嘛 他這個這個腳肥啊 這幾個又是空 上面也是把我洗掉 我空沒有那外面這邊他又是厚的情況下 那我當然不行 這邊靠一串這個走法 也還好 因為像這邊被靠的時候決意也是說 我就像實在那麼去下班然後走這個定時 對也沒什麼大的問題吧 那這邊比較大問題是在於說前面這裡黑棋斷完之後啊 本來是有機會去整左上這塊白棋的 不過實戰我沒有把握住機會 那這邊局勢的首選是 頂完粘住 那黑白棋這裡馬上有被挖斷的問題了 那如果說白棋比較簡單直接粘的話呢 那黑棋可以先有監視一下 這樣白棋整塊棋就只要下面一個眼睛了 那後續黑棋譬如說就非攻過來 白棋這塊應該也是蠻苦的 那如果說覺得直接攻不見有成算 也可以來中間先打虎之類 利用左邊 不活 那來跟中間做一個糾纏雙擊 黑棋也是不錯的 不過白4這手棋算是補了比較差一點的 白棋比較好下反應該是頂住 那這樣子黑棋如果還要破眼的話那就變成了後手了 這樣子白棋可以騰出一個先手去 去來中間往外跳出 那黑棋後續可能就 這個 打過來還是什麼的去進行雙擊 不過 黑棋這邊應該也不見得會立刻來破眼 可能也是中間 先打虎過來 先 儲備一點力量 那 讓白棋這邊也有點 擔心自己是不是還得要去後手 半斬補一下之類的東西 總之 黑棋還是應該來 破眼做攻擊 那白棋這邊 不太有什麼抵抗了 等一下先看一下剛才 決議的變化圖 他這裡是 白4也沒有頂住 而是直接在下面虎 但像黑棋把這個挖過來的話 那顯然收穫是 非常巨大的 那麼白棋他的變化是還在下面爬了一手棋 那麼 黑棋還拿到先手往中間去做加強 這樣子黑棋把兩顆子割下來呢 顯然這裡的 唯控的潛力已經非常巨大 這樣子黑棋應該說有點扭轉戰局了 感覺上 那麼頂的時候白棋 白2也 只有擋住 不太可能從這邊挖過來之類的 因為黑棋 衝下去的話 那白棋如果自沾被黑棋拐過 那整條都單關不能看了 如果再假的話 黑棋也可以走這個 那白棋即便能夠去進行一個 滾包 但是意義也不大 看起來舒服 但是滾完反而自己 也沒有任何眼位 這樣反而更慘 所以說 頂的時候白棋就只能擋下面 那實戰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想到黑棋要不要來沾呢 其實沾也是可以 這樣子 總筋都沒有下 肯定也是要更好的 白棋這邊如果說頂住的話 那黑棋還是可以來 監這個去做滅眼 至少還是應該這麼去下 黑棋還是能夠去 給白棋施加壓力的 不過這樣子 白棋往外跳的話 可能黑棋還是相對比較不好攻一點 因為 剛才的那個變化圖 我們是頂完沾白棋 頂的話黑棋也沒有馬上去滅眼 所以 如果被白棋往外跳到的話 可能黑棋 相對 要攻擊也沒那麼容易吧 但 至少應該 怎麼樣也得走一下 你 至少走這個 那先來中間走也是 可能要比實戰好 因為實戰我這麼 直接藏過去的話呢 那麼 就是我這邊下完之後直接藏過去 確實比較沒有把握住機會 好 那實戰很可惜 沒把握機會 那再來這手拉過去呢 事後來看也是太勉強了 決意這邊就認為我還是打過去 那還是 趕緊得來發動這個手段 把握過去完之後呢 中間點刺過來 這樣子 感覺雙方還是一場亂戰了 所以 很可惜 這邊沒有發現他騎行的缺陷 那走了這個之後 事後的一些騎感覺都有點 宜卵即時了啦 這就有點宜卵即時 右邊這個 都沒啥機會了 中間這個看起來也都是很 很蒼白的抵抗 這都沒什麼機會 不過最後勝率和木數稍微長起來一點點 這應該沒什麼多大意義 那最後這個就 凝微玉碎了 黑旗這邊如果簡單沾住的話呢 白旗可以考慮把右邊斑完斷給一收 那這裡黑旗是不太能吃下去的 白旗可以打下來 如果說黑旗要 打完打的話呢 白旗簡單沾住 黑旗這裡比氣就不夠 所以黑旗只能提掉 那麼白旗沾住 黑旗 黑旗找眼位 那白旗 依靠這個立下的先手就跳進來 這樣子 黑旗右下先還是爆掉了 當然不行 所以黑旗這邊只能斷吃 那白旗就把右邊這個給 先手收到 那麼 上面這邊呢 白旗實戰可能有點擔心接完 黑旗接有關係要點的什麼 手段啦 不過 白旗即便這邊最撈的下這個 單併住 這樣子黑旗的 實地來說呢 應該還是差蠻多的 這樣應該 盤面都不太夠吧 中間沒點死 不過這邊點上的話黑旗還是 還是不夠啦 顯然我是覺得 應該是連盤面都不夠 所以 這邊 如果再 再贊住就 也是很 也是蠻悲慘的結局啦 好那實戰就凝為玉碎 那縱觀全盤 可以說黑旗沒有什麼太像樣的機會 唯一比較好的時機可能就是 這時候來衝擊他左上這一塊 不過很可惜 我實戰並沒有看到他這邊騎行的弱點 就是往這邊一頂啊 可以把他的這個 連接線 還有眼位給頂沒有 所以 這邊很可惜沒有把握住他騎行的保衛 好那這般其實就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收看